为在杨明轩上面的华刚艺校 为台湾演艺圈培育出了许许多多的大明星 比方像是当年小旋风林志颖 还有搞笑姐妹花大小S 今天我们的镜头就要走进华刚艺校 来看看这些大明星当年的青涩岁月 我们继续来看孙恩记者 艾小培和正联的报道 华刚艺校 台湾艺能界的明星摇篮 二十多年的校史 摇出了许许多多知名的艺人 有人称他们叫做 台湾演艺圈的华刚芳 他是还没来学校入学之前 在考试 然后在新生训练的第一天到学校报到的时候 就已经有学姐在门口 就是列队欢迎她 然后每个人抢着她要当自己的基础学弟 我们的总机都会被塞爆 都是很多的国中生 把电话到学校问林志颖的状况 那小智学长那时候常常会 还是有时候开那种很怕的跑车 M3 B&W 然后回来山上 然后就是坐在那种泡沫红茶 然后大家看到林志颖就很开心 因为她那时候真的是小天王 但是我们在幼师艺文中心的毕业公园 那一场台北这一场 我们的门口有人在卖黄牛票 学生公园怎么会有黄牛票呢 就不知道哪来的人去买了票以后 在现场门口再卖给人家 然后一张卖到一千五百块 林志颖当年刚出道 就以招牌的笑容迷死人 不在学生时代的团人 却曾经因为爱跳舞 结果被送进了警察局 那我们就去夜店玩 结果警察就来领检 然后来领检 就音乐庭灯光亮身份证拿出来 然后我们刚开始还一直讲英文 就我跟林志颖就故意讲英文 结果后来是有其中一个年纪比较大警察 就叫了外事警察 会讲英文的 就把我们的假ADC的身份给戳破 对她的印象就是因为那时真的很红了 她有的时候可能要去上电视啊 但是有一些外面的活动 所以有的时候是没有很常看到她啦 爱上夜店跳舞的好哥们 当时各有一片天 林志颖表演活动忙不晚 而张兆志呢 校内主持一个接一个 我觉得她帮了我很多忙 非常非常的聪明的一个小孩 她可以带动现场的那个气氛 因为你知道办大型活动 就是那个观众台下跟台上要一起去互动 然后嗨钱 这个部分张兆志真的很行 就是书 念书 国文课本 国文数学那些东西 我们真的只有学一半 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出所谓的表演的任务 舞台剧怎么弄 道具怎么弄 我们大概都还蛮懂的 就是到处去支援别人 主持人小天王林志颖 在青涩的学生时代就被心态挖掘的 还有这一位花子脸美人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天心 因为我们新生进去 然后训练 然后天心学姐那时候都很漂亮 皮肤白到一个 哇 林志颖当年一炮而红 花岗异校也跟着声名大噪 在她毕业那一年 花岗异校的戏剧科报名元素 积增到了900元 后期的学妹大小S 在高二那一年就被牵下 搞怪姐妹花颠覆了青涩偶像的形象 10分钟的恋爱虽然有一天短暂 你的小天王我心中所有的遗憾 10分钟的感情我将全部属于你 多希望 他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 大概就有天心天润 所以 情急公司对他们有很多的限制 大S是从谷光转过来的嘛 那时候他已经有跟金城武和拍一些 那个是什么乳霜 有一个饮料的广告 这女生很有气质 然后静静的不太讲话 但是她的眼神跟她的一个肢体 你就会觉得她是一直在吸引别人的目光 就我记得是大S 大S她是蛮能独领风骚的 就是她就是会开始织毛衣之后 我们几个姐妹就开始织 然后就也会看到开始全校都开始织 姐姐就有比较很多很刺激的想法 但是那时候就可以从大S的口中 讲到一些理论 让你觉得 人生可能这个是这样是那样 全时代大S气质不重 走的就是美女路线 而至于小S搞笑无厘头 姐妹合体 效果十足 那那个时候我坐在她前面 然后她坐我后面 小S坐我后面 那小S就就冲着我 然后我一回头 一回头就是她一个脚指 她脚就伸在桌上 我的脸 然后我回头就放在这边 妈 同学都说我有体臭 那有了可以香 就不必再有香水了 就是她们刚进来的时候 就是就会学姐都知道 她们拍过广告啊什么的 那后来她们就是在 学生时期就发专辑 所以我们这一票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很受到瞩目 我对小S的印象最深最深 就是我们讲话 通常都有一个很正常的逻辑 那她可以把话讲很精彩 然后一样让你听到 她要表达的重点 这个事实上 我最大的一个一个音响 阿雅是大小S的同门同学 国中阶段 其貌真的不痒 但她立志当艺人的决心 倒是非常的坚定 我很小就立定志向 我要考上滑甘味校 那我觉得最快乐的 当然是交到了一票的好朋友 就是像西元西地啊 然后佩慈啊 还有七仙女 我们其他的成员 我们这票可能其他的 我们有非常会做服装的 然后我可能就是属于 就很喜欢表演的 然后也有就是像佩慈 就是那种很漂亮 但其实同时又很贤惠 会帮我们就是擦乳液按摩手啊 干嘛的 阿雅是最常主持节目 因为她在学校的时候 是蛮活跃的 就是一个非常会 非常有机智的一个小女孩 头发短短的 然后长得黑黑的 她真的不是漂亮的小孩 但是我觉得她是有一个 非常幸运的特质 将星星藏进棉被 跟我去飞 是他们有上台主持 有三个人有唱那种 有点像相声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然后就大小S跟阿雅三个 高中的时候 阿雅不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 带给年轻 然后看起来有点呆呆的 有一点点胖胖的 这个高中同学口中 有点胖胖呆呆的女生 在毕业之后踏进了演艺圈 还红到了对岸 有个响当当的名号 叫做新一代的综艺天后 她在台湾的棒子 学弟妹无缝交接 但是我还在 滑钢艺校的状态的时候 是没有人比我出风头的 真的 他超级出风头的 小鬼在我们高中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受欢迎 就是有点像风雨人物那种 我觉得她很有才华 对 因为就是 中关就是学校一些大活动 像校庆啦 或是圣诞节的活动 然后通常她就是都是主持人 她是不二人选 那我们班队有一些女生嘛 就说哎 你看这个群体 好可爱喔 什么的 那我们试一下 那些我们同班同学们 那些女生们就试一下帮小鬼 取了一个绰号叫做 买比买 不可能我心里一般 已经残忍那一般 跟着你走远拉在哪里 这一般渐渐一挖钱 隔壁班我们舞蹈科的女生 也都非常喜欢她 老多常常都会注意她 我们班上的女生 舞蹈科的女生 有一群就是她的粉丝 都会常常注意她 但是后来她跟陈寗在一起以后 我们班上的女生就心碎了 她们好像从高一就在一起了 但是陈寗高二的时候就休学 就开始往演艺圈这个部分发展 杨陈寗她也是华刚邦的一份 后来闯到演艺圈 有了可爱教主的封号 而同学这位校友同样走的是可爱路线 这个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小女生 就是舞蝶姐姐 当年在华刚艺校 她一口可爱的滑蛙音 让师长印象深刻 其实我认识她第一个印象 就是她讲话就是滑蛙音 对 永远都是滑蛙音 身体能力就是在中国舞这个部分 她们能力算很强的 像跳民族舞或是跳民间舞 然后跳武功其实都很不错 那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是公演的女主角吗 那时候演的女主角 没有啦 不是啦 只是刚好被抬起来而已 我们班上的男同学要把我这样子整个举起来 然后我是在她手上是平躺的状态 结果她有一次她就不小心失手 我就掉下来 然后她就很紧张想要抓住我 所以她就手的指甲就握住我的脖子 后来我的脖子被刮了长长的一横那个纸痕 的那个痕迹 但没有流血 就是很长的一道受伤的感觉 她腰腿弓什么都很好 所以她当初她当初选择去走到言语圈 全是因为她受伤的关系 娃娃因惹人怜爱 蝴蝶姐姐在华刚异校 曾经有过一段纯纯的爱恋 弹得是轰轰烈烈的 吴冠群她是纯纯欲动 不过她的个性就是很耍宝 所以当时其实追蝴蝶姐姐的不是只有她 然后我就问她说 那你有没有喜欢我们班上的谁 然后她就沉默了很久 然后就很紧张 她就说你啊 然后就哇 她好开心哦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然后交往了四名饭 这段练情在蝴蝶进了大学之后 南方劈腿收场 至于西瓜哥哥的这一段 纯纯的单恋在毕业之后 因为工作 却意外延续了两个人的同窗期 我以前常常有一阵子就跟她还还蛮不错的 然后那个就想说 这个女生很好 可以当身交当好朋友 所以她妈妈就说 这样子你们应该要这个年纪要好好念书 就隔没多久 她就跟学长代替了 我现在没理说你就是在一起 对其实可能那时候是我自己单方面吧 我觉得在工作上两个人默契可能好到我们都用眼神 都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已经到这个境界了 华钢帮在主持圈占有一席之地 在模特儿界呢也少不了华钢帮的踪影 你在什么时候就是真的遇上你真的喜欢你 真爱 真爱 初恋 初恋是高中 是学校的人吗 嗯 我一定知道 我一定知道 你很烦耶 对 乃哥的红帆 帆的 在华钢谈恋爱是课堂外的学分 在课堂上学的东西五花八门 都是为了日后的舞台表演打下击土 那这桶就是这样嘛 嗯 然后那人家丢的时候就盖子打开嘛 嗯 然后有人在踹的时候就 然后碰第三下就整个人滚在地上 然后是呈现一个僵直的状态 滚到 你知道滚的时候 滚到底的时候 还不能就停住 要这样 1 2 3 4 我都说自己是滚进华钢玉校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三关考的就是你的表演 然后又在那边吊一吊 然后就说 蛤 怎么那么大的浪 救命啊 救命啊 然后我就开始在地上滚来滚去 然后就滚一滚之后呢 然后我就昏倒就醒过来 然后后来呢就 我是树科第一名 考建议滑钢玉校的 所以我都说我自己是滚进去 落叶你可能就是它有点是现代 可能是这样飘的 或者是用滑的 或者是飘下去 就是你会有不同的那种 舞蹈石头 还记得有一个人就这样不动 他就是石头 宠汉 伊丽不扬 对 除我 蜻蜓 用心 死亡 对 那个时候的题目是 心爱的宠物死掉了 你怎么死掉了 你怎么哭了 你怎么离开我了 什么之类的 然后再默默拿起来 小强 然后我一这样子的时候 老师们跟学长跟学姐们就都笑了 然后我就一起滑进来滑钢玉校 创意是滑钢玉校最强调的训练 在这里枯燥的国文英文都可以变得很有趣 那国文课本 譬如说 冠冠居丘 在何之洲 瑶条淑女君子好球 他是用唱的 他就 冠冠居丘 在何之洲 瑶条淑女 紧着好球 不是他是用唱的 所以我们 就是下面完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一个时段 他的国文跟英文的上课的范围 全部要用表演来呈现出来 因为他们本来就喜欢表演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叫他背英文的孩子 他不觉得很害怕 那时候是演什么 潘朵拉的盒子 对啊 所以你就发现那种 英文不管标不标准 都很感秀 那你就会觉得说 华刚一样的学生 他就是很有自己的表达能力 跟很有自信 因为我知道现在 配音这个工作 是很行的 因为很多外来的韩剧 日剧等等的 所以我们也加入了配音 这个课程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夏季敬在咫尺 知道什么意思吗 又跑又黑的女科 会挤满全国的水上乐园吗 不 这时候是清淡语言的夏季沙拉 除了配音 还有戏剧 肢体语言等 训练课程 启发这群未来明星的演绎细胞 疼痛 愤怒 愤怒 贪心 动作在心里面 生气 好 批评 老师说 那我们现在要做镜子游戏 镜子游戏就是我面对你 你面对我 然后可能我是主导者 我怎么动 你就要跟我做一模一样的 那对方可能常常会整你啊 他给你做一个 比如说 会劈腿的 你怎么劈 然后这时候就会很好笑 仔细看 未来的大明星 很可能就是这群同学中的某一人 作为一个戏剧人 一定要会 会长得会 一定要会嘻哈 会 会相声 会演戏 会魔法 会吉他 谢谢 我们是戏剧科 不是戏剧科 我们什么都会 有没啊 但愿得 风调雨顺 国泰 明安 五谷风登 道生双碎 老天 和乐我的前男好 收底多 收底多 一个墨具大师的 唯一的华人的女弟子 那我们学校就把她请来 教我们一个学期的表演课 她头发流到 快要到膝盖 然后还会吃花的种子 当她的三餐 有机会上一堂 艺术大师的课 阿雅印象非常的深刻 在华刚艺校的点点滴滴 最珍贵的 不是书本上的刻板知识 而是活生生的艺术营业 然后我那时候在台上 我就想说 哇 我们学校出了这么多明星 有一天我会不会也是明星 华刚艺校呢 是台湾明星的摇篮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镜头 转到课堂上 来看看这些大明星 当年呢 都在上什么课 还有听听他们说 华刚艺校里头流传着 恐怖鬼故事 资认记者 艾晓菲 何正联的报道 穿着紧身的舞衣 翩翩起舞 这是华刚艺校 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也是当年情窦初开的 男同学们心中 头号的追求目标 华刚艺校那个时候 其实很多男生 不管戏剧系啊 或者是音乐系的男生 很多人都蛮喜欢 舞蹈系的名声 因为他们都要把那个头发 绑起来嘛 然后就 然后身材都很好 你知道吗 所以就让你感觉很有气质 他们笑称我一个 那个绰号叫做舞蹈科 可不可以擦他手 可不我没有 就是好像就是 因为华刚艺校男生比较少啦 同胞同学反而比较不会互相喜欢 因为都看透了你知道 这群华刚最美丽的风景 为了保持身材 美食当前不敢大吃 他牛来一起也只能够穿着 这一件贴身的舞衣 抵挡阳云山上的地温 所以我们实在要在阳云山上 然后那中间是非常冷的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跳舞的时候 练舞的时候 只能穿一件薄薄的紧身衣 然后虽然那个学校很好 都有帮我们准备脸盘暖 去教舞蹈教室 可是那个暖气 它真正开始暖的时候 也过我们去下课了 像是冬天啊 超痛苦的 如果像我的话 我标准体重是44 但是我现在还是超过 如果不气的话 还是我的两毛 还是可以多吃水果 水果的话 它有糖分 然后一点比较好 女同学们要保持幸运的体态 男同学们则是要克服 心理上的障碍 穿上薄如禅衣的舞衣 在一大群女同学面前跳舞 说有别扭就有多别扭 她是把你整个重要 不会扶起来这样绑住 通常我们都是放松的这样 穿上那个就很不舒服 就每天去拉她 就是就很不自然的 换个场景 镜头来到了戏剧科 这里同学们裙子是越短越棒 妆是越浓越好 黄岗艺校的学生艾美 可是出了名的 她就开始检查服装 然后一进来就把我们叫过的皇边说 你们裙子太短了 然后我们就说 蛤 教官你真的是新来的 你不知道我们学校 其实都是笔短的吗 毕业工业 然后那个装都很 例如说鼻子的反光 然后还有打阴影 都要打很深 然后眼线也要画非常浓 然后眉毛也是 然后因为在舞台上面 灯照下去 其实就不会这么可怕 如果你让一个艺术表演的人 把制服穿得很乖 那样可能也没有办法展现 我们的创意 所以确实我们学校的女生男生 都很爱打扮 把战斗云对我们这些高贵女生 怎么受得了 我们那个总教官 就是那种军训的教官就说 你们学校女生真的很漂亮 但是你们学校女生 是有史以来立价请最多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当天生理期来 因为他就要我们爬山下台 然后不然就是攀岩 不是只爱漂亮当花瓶 体能训练可是扎扎实实的 可能就是很要倒立 然后倒立几分钟这样子 或者是拉筋拉几个小时 这都很正常 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课程 因为国具武功课就是 要你压筋啊 要你踢腿啊 就是很传统那个国具武功 因为你知道那个劈腿 它真的要你劈腿 然后像我就是在那个时候 学了一个后空翻嘛 体能训练的痛苦 牙一咬就过了 但提到华岗校园里头 流传已久的鬼故事 几位资认大胆的艺人 都有被吓破胆的恐怖经验 那每次他看到有人 跟医师有人在看着我们 在换衣服 然后后来我另外一个同学 又阴阳眼就说 对啊 而且老师 他是蹲在那边 我同学说对对对 他是蹲在那边 然后我们所有那些 所有人都鸡皮疙瘩 刚好一进校门 就看到一群人尖叫的 冲到从外面 从中庭冲到那个地下室 他们就听到二楼 有咳嗽的声音 我是真的假的 我说难怪 吓死了 难怪我刚刚看你们 一群人跑下来 他们说一群人 我们只有三个耶 校园鬼话也是青涩 学生睡觉当中难忘的回忆 花岗帮踏日再相逢 这话匣子一开 三天三夜 说都说不完 三天三夜 讲寺